许家印与二儿子许腾鹤 在上个月月末的时候 因为涉及多项违法行为 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了 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吃牢饭了 许老板想着刘芳百事 没想到却沦为笑柄 如今看来刘芳百事是不可能了 一臭万年倒还差不多 不得不说 许家印在一个月前的 技术性离婚与申请海外破产保护 就是一个婚招 难怪有律师直言 许老板的律师团队就是草包 许家印想把烂摊子 留给国家与老百姓 自己玩金蝉脱鞘 享受荣华富贵 他想得太美了 最后把自己与二儿子都送了进去 直到这时 网友们才突然恍然大悟 王健林当年的决策是多么的高明 王健林与许家印一样都曾做过中国首富 万达与恒大都曾面临过负债过高的问题 但是两人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 导致如今的结局更是天壤之别 两人同样靠房地产起家 当年王健林遭遇高负债危机时 他拿出了军人的优良作风 决定断臂求生 一直启动卖卖卖的模式 当年有很多人不理解 如今看来真是高明 剥离了不良资产之后的万达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阵痛与调整 最终成功上岸 王健林说话直来直去 这一点让他在与马云的对话中 几乎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王健林不是说说而已 他是怎么说就怎么做 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这也是他能上岸的主要原因 说到做到信守沉默 而反观许家印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做派 国家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机会 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保交楼 为了给他的信誉背书 让大家对恒大充满信心 还让他上了城楼 面对外媒质问的时候 还多次替他说话 但是许家印是怎么做的呢 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就算我许家印一分钱也没有 也一定要保交楼 但是这人心机深啊 做出的事情都是阳凤阴违的 通过与妻子技术性离婚 达到转移债务的目的 又想寻求海外破产保护 实现金蝉脱鞘 最终国家与社会对他的做法失望透顶 不得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许老板有今天完全就是就由自取 不值得同情 在对待儿子的方式上 两人更是截然相反 万达的业务广不广 万达的业务大不大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 三岁小孩都知道 王健林作为万达集团创始人 想让王思聪进入企业参与管理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王健林没有这样做 他只给了王思聪一个懂事的虚名 很多人以为是王健林不认可儿子的能力 其实他这是在保护儿子 可谓用心良苦 所以王健林宁可让王思聪当个公子哥 也绝不让他进入万达 就算自己真的有事 也不会牵连到儿子 然而许家印却让二儿子进入恒大 主导恒大的财富工作真的害苦了儿子 相比较而言 王健林更疼儿子 更懂儿子 当年王健林曾说 一个亿只是一个小目标 什么清华北大 不如胆子大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他的胆子变小 开始了业务收缩 而许家印则越做胆子越大 最终欠下了2.5万亿外债彻底摆烂了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希望许家印能够看清形势 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全额退回所有贪污诈骗的款项 尽快敦促丁玉梅与大儿子许志健回国交代自己的问题 把该退的钱全部退回去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肉烂在锅里 财富只要还在国内就比转移到国外强 如果能把国外的投资者稳住在国内 那更是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